台湾新闻看期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俄罗斯总统普廷结束北韩访问之后 马布廷提20号抵达了越南首都河内 展开国事访问 第一天先后会见了越南四大支柱 包括与新上任的国家主席苏林签署一系列的协议 聚焦能源开采贸易观光 不过奉行平衡外交的越南 在国防上面并没有与俄国做出实质的承诺 而是强调要共同维护区域和平 普廷随后也与越共的总书记 阮副仲会晤外媒就分析了 俄国虽然仍然是越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但是近年来越南与欧美洲都各自提升关系 与当前处于乌俄战争的俄国 仍然是保持微妙的距离 一下车先握手再来个热情拥抱 西方眼中最不受欢迎的领袖出访第二站 再度受到高规格接待 军力挥舞国旗的学童和满街的海报没有少 普廷20号访阅第一天形成满档 接连会见越南四大支柱 才与北韩签订共同防御协议 引发欧美担忧 这次造访越战前盟友 以及当今最大武器接收国 外界放大检视任何触及敏感议题的双边协议 与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会谈中 主轴聚焦能源贸易以及观光 虽然表达加强国防合作的意愿 但奉行平衡外交的越南 回归共同维护区域安全的中立性目标 普廷20号下午会晤 越共总书记阮副仲 与这位年轻时 在苏联求学的越南最高领导人 交换意见 双方军政官员交谈热络 外媒分析 普廷努力证明他在国际上不孤单 但相较早已被孤立的北韩 越南显然不想葬送近年来 与欧美修补关系的成果 扮演俄国在亚洲的盟友 仍然保持微妙的距离 张立德编医